曾四度创业成功的交大校友吴锦成 1月8日晚在北加州交通大学校友会发表演讲 与校友们分享未来的科技趋势 红星卫视记者有幸专访到这位华人杰出创业者 吴锦成表示如何看准时机并把握主机会 是他得以成功的秘诀 我这个就是创业最主要就是能够看一些市场的先机 大概把市场分析大概比市场的大趋势早个两年左右 那这个市场的先机拿到以后就找组个团队 然后很专注的把它做出来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市场的观察跟技术的结合 吴锦成还告诉记者创业路上并非一帆风顺 除了有资金技术还远远不够 难度就是因为在市场既然是在变成很大之前的两年 最难的地方就是怎么样看出来 为什么说两年之后它会发展出来 然后还要再加上说在技术上有哪些难度 那你开始做以后 别人要是做的话也不会很容易来做 所以是两方面来做 一个是说市场上面的观察 一个是说技术上的突破 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出来 我通常是先看哪些市场有一些技术的变化 那再说有这个技术的变化以后 就可能带动市场的变化 所以我们是做技术的人都总是看说 有技术的变化的话 就会带动市场的变化 那这样的话这个市场够不够大 由这个技术来领导市场的开发 吴景成表示他希望通过演讲 能够帮助交大校友们 获取最新的科技趋势信息 从而把握创业机会 红星卫视记者李宇 Cupertino采访报道